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 中国篇 老婆是日本人 丈夫是中国人 这是一对有点特别的中日夫妇 据说他们有一个不寻常的约法三章 没有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约法三章的剩下两条是什么呢 它们究竟还有哪些不寻常的地方 敬请关注8月22日播出的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